全程并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前一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拘留 并且正在洛杉矶当地的一家医院 接受心理评估 根据联系环资讯网的记者 Tricy在11月29日的报道 在12月1日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 城县卫生保健机构 鼓励对自身有怀疑 或者从来没有检测过艾滋病病毒的民众 进行免费的艾滋病检测 12月1日 拉布拿海滩艾滋病咨询委员会 将会在下午的3点 在主海滩举行见面会 解答社区民众的疑问 而拉布拿海滩社区的诊所 当天也会在同一个地点 未有需要的民众 提供免费的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券 民众可以使用这个券 前往拉布拿海滩社区诊所 进行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检测